今天呢要带郑小珍去吃据说是北京最好吃的糖油饼 他就能有一块吃早饭出门吃早饭 不想排队吃东西 应该咱们早点去不会排队 但是多少肯定会稍微排点队 毕竟这个据说是最好吃的糖油饼 你最常能接受排队的最长时间 5分钟 那回家吧 别吃了 以前吃过糖油饼吗 吃过呀 这回你尝尝跟什么不一样 这就不错了 这才排多少人呀 很不容易啊 我以为 里边吃也得排队的 不知道 没吃就跟这吃吧 简直是要疯了 实在人太多了 也没地儿 只能拿回来吃了 这小珍也不高兴了 就不高兴了 我也没有想到是这个情况啊 谁知道首都的食客们这么热情 挺大的呢 当然这两者的脸确实也小啊 不过这个油饼还是挺大的 就吃饭呀 就是吃一个心情 心情现在特别怕 人有那么多还排队 心情不好 所以吃的也就没那么好 跟心情没下关系 本身也一般是吧 有什么特点吗 为什么说他们家好吃 就大家都这么说 你上网上一搜 北京糖油饼 他们家的排第一位 我对吃的没什么那么大的欲望 所以就排队吃饭最讨厌的事 我吃这个叫炸豆腐 你吃的是什么知道吗 就是了 别的家也挺好吃的 无必要我排队这么长时间 这个就好像是一种跟风吧 一个人说好 然后电视台一拍都去了 去的人一多就排队 排队人越多越觉得好像好吃 所以你就是容易被骗的人 你也好歹尝一尝吧 这你就知道了 以后去别的地儿也可以一下吃 糖油饼本身这个东西 就是这么个东西 糖油饼饭畴中 它做的还算是最好的 他们家有啥吃的有这么多饼的 可能那就是跟风吧 他们家的好吃的 老公就吹牛 不是我吹牛 网上那些人都是多说 你被骗的吗 想想我被骗的事 反正这饭也吃的差不多了 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准备要设计一个 郑小珍人生三件大事的图案 郑小珍请了一个韩国的画家 画这个画 好了之后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满意 就去淘宝上找了一个 早之前人提醒我说 你可千万别看淘宝这什么 三五百的七八百的 什么设计总监亲自设计 肯定不是 他们都是什么呢 接了一个活 比如说要你五百块钱 然后发到一个设计群里边 好多接活的设计师 有些学生 谁能接 就把这个活接了 收你五百 给那学生二百三百 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成本 想设计好怎么得 五千八千 我就记住了这个原则 好像找了一个五千六千的 说自己是哪一哪的设计师 然后还把自己的证件 什么都亮出来了 我觉得这应该不至于 有人骗人 你看 咱还是社会经验 确实是太浅薄了 你太浅薄了 我觉得好好挣这个钱不好吗 至于骗吗 先付一千五吧 等了四五天吧 二三百的 基本48小时出稿 我先想这搞艺术的人 证件写哪个美术学院毕业 哪个大厂工作过的那种设计师 等了四五天给了一个 没看什么图案 人上三件大厦 变成一个黄色产业的那种图案了 有一个女博士 要来走 反正就是设计的特别流于表面 咱们虽然不懂设计行业的这些潜规则 但是咱们起码有正称的审美 店铺里边有好几百个评价 而且几十个带图好评 我就说设计路股完了之后 学愿意把自己的路股 谈上去评论区 别人就得这是你画的吗 那我也按照他的这种风格就画 那就别人抄我的吗 就正常的好 没必要啊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好评是不是你刷的 你说我也是够那什么的 你说这我问他他能承认吗 他说不是 这真的是好评 我说你这个设计的 和你之前的案例可相差挺大的 感觉这不像是你的水平 其实这才是他的水平 那个评价里面的案例不是他的水平 产生怀疑之后 我就发现了两个问题 首先我发现带图好评很奇怪 经常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 连续四五个客户给他发带图好评 我说这方人都疯了 怎么可能约好了一样可以发带图好评呢 一看就是刷的 第二点 他那带图好评里边 有些是带水印的 上网稍微搜一下水印 就发现来自不同的设计师 根本不是他设计的 然后我就再问他 我说咱们别浪费 抢我的 你别设计了 他说没关系 我可以再修改 我说这不是审美的问题 这是诚信的问题 我说我这么相信你 你怎么骗我呢 他就不说话了 我说算了吧 你退款吧 他也不理我 结果他也不确定退款 他也不理我 过了三天 他又发了一设计稿 比第一个还丑 我说你别费劲了 一个不诚信的人 放弃吧 不要修改了 他也不理我 过了三天之后 缺人退款了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人 后来呢 郑小珍呢 还是让韩国的那个画家 又好好的修改修改 现在看对比了其他设计师之后 发现那个韩国的设计师 设计的还是不错的 这就是我最近险些被骗的故事 险些损失1500定金 这也算是追线长 因为我真是没想到 现在这个社会 居然有人用这么拙劣的手段去骗人 但他骗了好多人呢 那就几万了呀 就是那个工赏单车似的 说你一块钱 每个人觉得一块钱没什么事 倒闭了 押金200呢 就是吗 一样的道理 我怎么没见到箭子呀 啊 因为有我保护你 什么保护你 我都替你挡住了 什么挡住 所以咱们广大网友 就是一定要干什么事 要找那些 我再说最后一句 别说了 脑子傻了 就是你回来之后 什么又怪我 跟你待时间长了 我这么惊的 我之所以傻 就是因为跟你在一会儿待着 我让着你 什么让着你 就是没法跟上都一起吃饭了 去我面 走吧 我就是让着你 知道吗 优比说不好吃 咱俩人还吃了两个半 不是不好吃 没有你说的那么有特点 走吧 溜走去吧 起这么早 狗都没溜了